13秒是怎麼啦 3秒 對啊 那邊就這樣 那是合中嗎 那是合中的成績33秒 而且他也還是 第三水道的林芸汐 自由是44秒67 而且他是一個禮拜 會去游三次泳的人 水性極佳 而第四水道的林穎樂 大家等一下一定要密切關注 因為他現在還在當游泳教練 他50米的泳道 他可以 32秒 就遊玩 一定要注意這位選手了 好 第二組的比賽開始了 關注的是第四水道的林穎樂 他一開始的滑手 而且他的手腳 出血都長得非常的高 果然是專業的教練等級 三次水道都很棒 而且兩個人到現在已經 將近游泳值了一半了 他的速度完全沒有慢下來 對 第三組的林穎樂 也是練家主 不過現在的林穎樂 已經把距離拉開了 對 擁有領先了 另外其他的選手 對 好 林穎樂 林穎樂即將抵達終點 謝謝 太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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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猛了 厲害 這50公尺他幾乎沒有降速 對 從一開始到最後的速度保持一致 天啊 接下來看到 林穎樂的抵達終點 你們看第五水道的曼崎 大家還在很優雅的仰視 他們有比較差 對 他仰視還比第二水道的彤彤 這更快了一點 是 彤彤也完成了比賽 第一水道的虎祖威 表現也不錯 完成了比賽 他在你們心中的排名 應該蹭蹭蹭往上了吧 是 對 他真的表現得非常傑出 對 林穎樂的這個成績 33秒75 也許有很多的男選手 移動無法考驗他 是 對 其他女生的二分之一的秒數 是 另外呢 林穎樂除了游泳這邊第一名之外 他的 對 都在前三 兩次了 對 是 馬上帶大家來看到 男子組第一分組的測試賽的部分 第三水道的徐欣揚 自由是40秒68 而且請大家密切注意 因為呢 他的爸爸徐乃玲乃哥 曾經是全台灣游泳最快的第一人 乃哥在這個禮拜 也有傳送給他一些秘籍喔 那第四水道的賀君祥由挖士 沒有參考成績 對 上禮拜的測試賽 他也沒有提供給我們參考成績 但是白米考出了全組第一 今天會不會同樣驚艷我們呢 我們這組第一分組的比賽開始 哇 許欣揚分得滿快的 不過第二水道的王晴雲 也是咬得很緊耶 是 賀君祥其實也很不錯 是的確 對 好 第三水道的許欣揚 在游過了一半之後呢 慢慢把距離給拉開了 是 果然又哪一副之功啊 好 現在要考驗最後的意志力了 賀君祥 能不能夠跟上他的速度 繞下來 比許欣揚的基本上 一、二、二、三 都保持著還不錯的速度 而且已經快要抵達終點了 許欣揚率先抵達終點 許欣揚率先抵達終點 好 到了最後 接近… 最後的位選手都呼呼 差不多 對 賀君祥好像是第二抵達的 對 對 對 太抽筋了 我的天啊 加油 好 最初的比賽開始了 關注的選擇是 第三水道的楊祺鈺 一開始 滑手的動作相當快速 還加上踢水 進去的雪花滿高的 是 而且楊祺鈺的換氣也相當的流暢 不過呢 現在可以看到第二水道的胡士安 快要趕超他了 胡士安好像真的已經逆準 超過了楊祺鈺 而且可以看到胡士安呢 在第一天的測試賽 他的表現都在前三名喔 好 現在已經游過了一半二十五公尺 對 第一水道的 原本鍾華停了下來 不會換氣 剛剛有點嗆到的樣子 好 第二水道的胡士安 現在領先必勝水道的楊祺鈺 大概有半個身體的距離 即將抵達終點 胡士安 抵達終點 緊接著抵達終點是楊祺鈺 楊祺鈺 所以感覺也是有一點痛苦的表情 是 對 應該是水性比較不好一點 對 第一水道的鍾華沒力了 沒力了 加油 不過他們還是堅持 堅持遊玩了全程 胡士安又在說不會 每次不會 然後都會有比較快 對… 跑不了頭 就是希望要不要用 跳你的頭 快 因為我一直看到你 沒有換氣一直看到你 你知道嗎 就抱你 今天所有下水的選手當中 真正游最快的是 這個女子組的林穎樂 33秒75 比男生還快 他可以選狀元了啦 是 也就是說如果抽到 男子組動員圈的 你想要選林穎樂 這實在太強了 實在太強了 不過以男子組的游泳測試 我觀察到一個重點 輸人不輸陣 兩個分組 你看第一組是新二代 對 乃哥的兒子徐昕楊衝到第一 那瓜哥的兒子 胡士安 對 不遑多浪 第二組也是衝到第一 這個是大家可以期待的焦點 我就看王子 在場上 在做一些他們隊的調整 然後教他們怎麼去 執行戰術 然後教他們怎麼去運作 躲避球方面 他的想法跟領導能力 他是有的 因為許毛俊 太會強 所以我們看 是不是應該先把女生打 就先不要打他 可以 等一下我們可以先打女生 反正 氣餚 他三球 這個機會 不要秒男生 胡士安這一支搶到的球圈 胡士安也是滿令人驚艷的 因為我覺得我印象中瓜哥也沒有很高 外場出手 這個就閃得非常漂亮 宇宙 宇宙踩到中線了 林思宇對於這個球的出手 協調性還不錯 對 他從上一次我們的測試 記得嗎 那個壘球幾眼 就是說他在投擲淚項目 目前看起來是 的確是滿有天分的 對 你看林思宇 有把這一球給救助 而且其實他雖然是速度都沒有太快 但是他在球類下的轉向 三分鐘 好 背筒筒這個球軟軟的 被王子給接住了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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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媽媽其實有在怕的是 黃晴筠 許謀俊 這個出手 很快速 OK 下 楊祁鈺 被砸出界外了 這剩下2分15秒雙方 那場都剩9個人 哇 小鈺才出去不到5秒鐘 立馬打到了祖威 再次回到了場內 好厲害 宇宙 趕快去把這個球給救起來 哇 我覺得林思宇的企圖性很強 企圖性很強 對 但是可惜了 就是說他們目前沒有接受過 躲避球的訓練 所以他們出手 不管是在攻擊或傳球上 他們目前只考慮到自己 並沒有考慮到 我外圍選手的位置 對 而來採取攻擊 對 他們只是想攻擊 然後卻沒有看到 外場我的人員在哪裡 哇 渣渣其實接了起來 其實王子在第一季的時候 就會是陪著藍隊來陪練 那宇宙呢 也有陪紅二來陪練 是 都是紅一 紅二跟藍隊 這麼近 林徐寶俊 就活了 太強了 強強對決 其實我覺得有點可惜 真的忍不住想念他們 這二十二個人 今天躲避球 不是太滿意 所以可以成為一個團隊 裡面的一個領導 誰會特別能夠去觀察 場上的一個狀態 然後快速在第二局 或第三局裡面 快速地做修正 那這個部分我覺得 今天看起來比較 稠弱一點 王子民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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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